发言人马晓光在邀请记者提问,以赛南社6月27日,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在京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,发言人马晓光英雄表示,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,包括以所谓立法修法的方式进行台独分裂活动,或者为台独分裂活动打开方便之门,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邪路,损害的是台湾同胞的利益,我们警告台独势力不要玩火自焚,31条产生失效本报记者提问,31条回台措施发布实施以来, 各地各部门一直在紧锣密鼓加紧推动落实,产生不少成效,目前最新进展如何? 马晓光介绍,6月19日,宁博士法布实施,关于进一步深化用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,包括支持台包投资,促进与台贸易及社会文化交流合作, 便利台包在当地学习、实习、就业、创业以及居住生活等方面,共80条具体措施,在支持台湾团体和人士台语大陆在海外举办的文化艺术活动方面, 5月至6月,中华文化研议会在马格里中国文化中心,马尔特中国文化中心,举办中国文创产品展示周展览, 两岸文创机构和艺术家共同参展,展示了两岸文创产业的创新成果, 这是推动两岸同胞,在海外携手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积极举措, 在进一步推荐落实台包享受同等待遇方面,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6月14日宣布, 今年第29届中,国电视金英奖将台湾地区演员纳入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讲评设办为, 与大陆演员具有同等参评资格,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,月21日,公布了2018年, 国家授课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项目立项结果, 在大陆工作的符合申报条件的台湾研究人员申报课题157项, 经评审计项58项, 这些课题主要集中在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民族问题、新闻学和语言学等领域, 在为台湾提供更多就职就业岗位方面, 福建省台办、教育厅、中国海峡人才市场6月15日, 联合举办福建省台湾教师专场对接会, 65所在敏高校发布引进台湾教师岗位需求536个, 现场恰他台湾博士337人次,收到求职简历260份。